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季最後一集的自己做Fundman 英Sir,你好 你好,大家好 英Sir,你昨天交下了叫我們做暑期作業 我們會聽話,回去就會寫回《奮投資日記》 你臨出發之前還有什麼交下? 如果是初歌的觀眾出去炒東西都是狗死一生 時間緊迫,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裡面變成一個絕世高手 現在正在做射雕英雄傳 裡面有一段是由黃玉思教傻姑 但黃玉思不是教傻姑怎樣打 只是教他怎樣保住命 我們都是一樣,盡量希望觀眾可以保住命不死 我們跟了你兩個月,不會仍是傻姑吧? 不如你出發之前再教我們幾招保命 其實這個幾月裡面,我們提了一些保命的方法 好像嚴選股票,分散組合,註碼控制 但這些保命招式其實是適合耕田多些 但要學習,就一定要靠打獵 因為你要跟市交手的指數越多 進度才會越快 打獵就一招一招這樣看 就說你買籃籌還是細隔股都好 要點就是不可以貼錢 變成了保命的重點就是止蝕位和時間控制 由於反正都是短線的話 你有紀律,買大一點都無所謂 那止蝕位應該怎樣設定? 設止蝕位其實有兩個步驟 第一,就決定了你說哪個位是會看錯的 第二,你打算自己最多可以輸多少錢 舉一個例,譬如你覺得騰訊跌五元 你就看錯了 而你有一萬元準備可以輸的 用一萬元除股 即是說你可以買二千股 我們考考你了 如果你覺得輸兩萬元是你容忍限度的話 你可以買多少股? 即是將二萬元除五元 讓我計算一下 不就是四千股? 沒錯 其實可以反過來 譬如你可以輸兩萬元 你的止蝕位想擺軟一點 容忍自己有出錯多點的空間 你就買小一點,買兩千股 不過嚴格來說 過程是應該先決定止蝕位 然後再決定住馬 而初歌通常都不夠幾度執行止蝕 所以最好就交低給你的經紀執行 又或者像現在這樣 設置在電腦上 通常跟著最好就加上時間升 譬如你最多看一個星期 甚至是三日這樣 時間一到就行不行就走了 但是斬完又斬,又傷身又沮喪 那當然了 尤其斬完之後 有一半的機會那價錢會反過來 那為免斬斬斬斬到很沮喪 沒有紀律的話 有所謂贏谷輸縮 即是說如果你連輸幾局之後 有理沒有理 一定要把轉馬降低 把支持位拉遠 讓你不要這麼快又再斬過 務求讓你慢慢贏回信心 個人定回才把過程去正常 真是多謝英Sir教了我們這麼多東西 時間過得真是快 這麼快就兩個月上了這麼多課 第一次和大家一樣 不是這麼想放暑假 英Sir究竟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們八月會回來 何況你累積了經驗之後 回來再上課 得益會更加大 其實你看回這幾月 其實你都會覺得我們經常鼓勵人出去行動 固然因為這段時間的事好 但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很多人很怕股票 其實怕到破了火位 浪費了很多長線的好機會 其實市場一定是有時好 有時不好 但是你持有好的股票 長遠來說一定會有回報 如果你不出去磨練一下 又怎麼懂得分哪些好公司或壞公司 又怎麼知道市場什麼時候好 什麼時候不好 所以都是那句 輸了就當交學費 身為英Sir你的學生 希望到時候就不會令你失望 當你放完嫁回來 我會弄一份靚靚仔仔的投資日記 和成績表給你 家庭觀眾都記得跟著要這樣做 好我們八月時候再和大家見面 再見 拜拜